升級卵靜 其實見到大使最近都有一些雜服橫行 大家亦都非常期待去爆邊 但亦都相信大家都知道不容易 其實我想大家都在等一些消息面 一些特別的新聞 就出嫁到大使才見到市那邊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 我們都保守為主 我自己的做法 比較傾向會叫做Long和Short 就同樣去做 其實見到同一個版塊 其實強弱程度都有不同的等級 所以我們在做衍生工具的時候 亦都可以考慮回 去購入一些弱小小小的股份 同意去購入一些弱小小小的股份 或者多一些陰霾的股份 去做回一個叫做Long和Short 同做的情況 我們就期待去爆邊的時候 我們看中的一種 其實是走得快 比我們輸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在科技版塊裡面 我自己在今個星期可以考慮 看好一隻700 但同時間做一隻 叫做體淡3690的膽倉 做一個LongShort PHA 始終就是700在出現業績之後 其實它都長期徘徊在裂口流上 做一個叫做強弱緩緩的動作 所以營造到一個平台 我看到股價是相對強勢一點的 而3690就反轉了 就算釋出了這麼多消息之後 就說我們不會輸去住 但是看到股價仍然是處於 當日之陰族的一半的樓下 而且整個八月都在保力加深度底部 下面還行 所以其實股價相對較弱 而MAC也仍在階段四 始終是有一個隱憂和陰霾 所以我們在做科技股的板塊裏面 我們就可以考慮一下LongShort 和做這個策略 港股連日都在2萬點樓下 反覆偏遠拉矩處 一些重磅科技股 例如騰訊和美團 其實波幅不算非常之大 例如騰訊上星期出現業績之後 就升上310元附近的水平整固 看完美團 美團未來如無意外 應該會在星期五公佈業績 業績前美團就站在170元附近橫行著 跟進80後投機客Ellen的部署 如果大家看好隻騰訊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升展的騰訊科論 13677、13677這隻騰訊科論 行駛在350元附近 到期一去到2、3年10月月 槓桿都有3倍多的流傷 同一時間如果看淡隻美團的話 都可以參考我們升展美團的 撥論選擇18941 18941這隻美團的撥論 行駛價在144元附近 到期一12月尾 槓桿都給到4倍多左右